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我是中文凌 欢迎特加利,聆听主声2024系列,第六月第十日 经文是在阿摩斯书第九章十一节到十五节 题目是重建的那日 圣经这么说 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撻的帐幕 堵住其中的破口 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 重新收造像古时一样 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如性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 此乃行者是的耶和话说的 耶和话说 日子将度耕种的必接触收割的 泉葡萄的必接触杀种的 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 我必使我闻以色列 被老的归回 他们必重收荒废的城入居住 栽种葡萄园 喝其中所出的酒 收造果木园 吃其中的果子 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 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 拔出内 这是耶和话 你的神说的 作日默想的经文讲到 那日 第八章、第九节和十三节 就是黑暗、悲哀痛苦、饥荒、上帝沉默、人类飘留的那日 在旧约中 这日通常被称为耶和话的日子 这章是一个无法解释的宇宙现象 神对全地的审判是不长的 以色列因为对神的不忠而难逃审判 今天的经文恰恰相反 那日恰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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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 辨別歡呼,即使我們有一絲遺憾、悔恨或悔改, 神都會憐憫並要恕我們。 大衛從經驗中知道神的憐憫, 他在詩篇1803篇8至12中描述 耶和華有憐憫,有恩典,不輕易發怒, 且有風盛的慈愛,他不長久窄避,也不永遠懷怒, 他沒有按我們的罪過代我們,也沒有 照我們的罪而報應我們,天離地何等的高, 他的慈愛向敬慰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 東離西有多遠,他叫我們的過範,離我們也有多遠。 神對那些敬慰他的人情有獨鍾, 讓我從以色列耶羅波安二世統治的時期, 即公元前793至753年, 和猶大烏西亞阿尼亞薩統治的時期,即公元前792至740年, 跳到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淪陷下, 神的聖殿被愛族國王尼布甲尼薩摧毀, 選民被流放至巴比倫。 但神讓他第一批子民在所羅巴伯的帶領下, 於主前538年返到耶路撒冷, 開啟上帝聖殿重建的工作。 然後上帝讓他第二批子民在以色拉的帶領下, 於公元前4500年回歸, 激發了他們靈性上的復興。 最後上帝讓他第三批子民在尼希米的帶領下, 於公元前432年回歸, 這就開始了耶路撒冷的城牆重建。 正如神所應許的, 神建立大衛倒塌的帳幕, 收造破損的地方, 神帶回了這些秘魯的百姓, 並且從廢墟中重建。 以色列以前的敵人包括以東將受到尼塞亞的統治, 以履行上帝與阿伯拉罕, 即是在創世紀12章1-3節, 以及大衛即是撒母意記下的第7章所立的聖約。 尼塞亞耶穌基督應驗了永遠助寶座的大衛子孫。 第13節關於那日的內容令人振奮, 耕種的,必接族收割的, 喘埔土的,必接族殺種的。 這就是意味著在一種農作物完全收割前, 另一個生長季節就很快開始了。 這裡石果淚淚, 新酒除季節不斷湧流, 不會有戰爭或人口的流離失所。 他們的祖國將穩定阿摩斯的預言, 以希望和喜樂來結束。 神不只是對以色列仁慈, 祂對我們真正的以色列耶穌基督的跟隨者都十分仁慈。 我們因罪而造成的破碎,將會被重整和修補。 我們先前受到實彈的征服,將被撤銷和救贖。 我們將唱靈魂自由之歌, 我們將在天家中享受安息日的安息, 我們將不會再做流浪者。 感謝我們的救主耶穌, 因為祂使得我們免於就座和死亡。 祂將我們從罪惡的奴役中拯救出來, 我們的希望就是在祂身上。 願我們為祂名字的榮耀而活, 我們更賺美祢, 直到永遠阿摩。 各位弟兄姐妹, 我們的終極是美麗的, 因為真的沒有人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 在神中有永遠的福樂。 我們多謝收看, 我們下個月見。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視頻,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按一下響靈圖標, 你們就會開始收到每天上傳的視頻通知了。 謝謝 從ora 視頻達